高雄六桂區去年底完成老街改造 百年歷史建築重現風華 民眾可以逛老街市集 品味冥茶 體驗稀實彩繪和探索歷史場域 此外還有新亮點 寶來人文協會設計的實境解謎 吸引年輕族群進到寶來 體驗在地風土民情 經過六桂之心 老街改造計畫的整建 池田屋紅捆圓等百年建築修復完成 民眾可以一同漫遊六桂老街 品名六桂獨有的原生山茶 再到寶來吃懷舊的阿嬤出爐菜 每都加油都來自當季出過 太好吃了 每個都好吃 脆筍 蒸蛋 它那個農區菜都很好吃 它的肉燥飯也很好吃 很棒 我喜歡 它的飯不錯 剛才剛剛好 我們最主要是 希望就是說透過這一次的活動 可以推廣 第一個是六桂的老街 第二個就是說 進來到寶來 看到一群為了莫拉克風災過後 為了我們在地努力而努力的一個協會 為了吸引年輕族群進到寶來 寶來人文協會設計了實境解謎 這個遊戲就是動腦解題 題目所得出的結果 讓玩家們在遊戲中學到了投意染步 也瞭解當地農產工藝文化特色 及寶來居民重建的歷程 所謂的農村實境解謎的遊戲 讓這個遊戲可以讓來的好朋友 或者年輕朋友更認識這個社區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農村做旅遊推廣的一個很大的突破 讓遊客來這邊在一個寶箱把他打開的同時 裡面會有個題目 他依照這個題目去看說 寶來人文協會裡面他有做哪一些東西 像麵包 窯燒或者是一些風味餐 這些有的話把它拼湊起來 經過改建計畫的六歸老街 讓百年歷史建築重現風華 民眾能悠遊老街市集 品山茶 賞秋蝶 才會稀實深入體驗 在地 人文風情